警察骑进巷子里 一名头戴蓝色安全帽的骑士看到 汽车狂奔 男子被揪住无处可逃 远警发现他不是台湾人 看起来像外籍移工 要求他拿出证件 男子一个紧张 自己讲什么都不知道 远警看他手上的证件 照片明明就是男子本人 但他就是不承认 你是逃跑的 你不讲哦 如果回去查出来 带回去按指纹 好带回去按指纹就知道了 这明明就是你 不然这是谁 拘留症 为什么又有一张拘留症 一个人会有几张拘留症 拿出不止一张拘留症 说辞反反复复 但远警没这么好呼隆 将人带回派出所在说 事发在高雄大社 郑姓男子是一名逃逸移工 12号中午 他骑车在金融路上 看到警察就加速逃逸 结果被拦下 第一时间他说 自己是合法移工没有逃跑 还说只是要回宿舍休息 但就在看证件时漏了险 郑南翠撑开拘留症 是已死掉哥哥的远警 对象 该证件确实为正男所有 身份为失联于工 男子拿自己证件 却谎称那是去世哥哥的 结果警方一查 他根本没有哥哥 逃跑的下场 就是被依法移送专情怼 TVBS新闻方志成纪元 高雄报导